中午吃饭去 找一个好的地方吃饭 看是吃粉还是吃面还是吃饭 实在吃饭都是社会化了 也没食堂 自己买点东西好着做 本来想在车上坐的 不想坐了 中午休息时间 想抓紧时间休息 吃完饭 那样那个卤起袖子是啥呀 那是卤餐 不吃 我们还是吃那个粉吧 这个粉还可以 蒜蜜粉 还是吃那个圆粉 对 还是吃那个圆粉 还是老套的 我还是吃那个肉丝的吧 酸的肉丝 酸的肉丝 酸的肉丝是吧 酸的肉丝有点咸 不是吃的是酸的肉丝吧 牛肉的 就是牛肉吧 还需要喝汤 少要清淡宽汤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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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那些东西啊 20块啊 这个是什么28 我还发现什么 我还发现都符合那个 这是炒马牛肉粉 看不少牛肉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豆腐 油豆腐 然后这个是木耳 这是粉圆的 跟米线差不多 但是比米线呢 更加筋道一些 这个是少阳米粉 好了 我们开吃 吃完了 吃的干干净净的 好了 准备午休 走 午休去了 我今天带了个保温杯 前两天没去 带水杯去 结果里边很热 车里边很热 口干死燥的 最后我去停车场 走了一条新路 从这个天桥过去 然后这个上面 还有个铝发在 这个天桥挺有意思的 像一个迷宫似的 好 已经看到车了 好 我们先下去 这边没车 我们这是从前门上车 其实我挺喜欢 从前门上车的 好 上车 看我今天住车的位置 正对着新银银行 好了 这里安全很多 哎呦 来个车 好 窗帘都拉好了 我们可以休息了 嗯 又睡迷惑了 又起床了 哎呀 不知道睡了几点钟了 又三点多 快四点了 上个视频呢 说我起床起的晚 三四点钟才起床 好些人问我 什么单位 这么晚才能上班啊 起床这么晚 行不行啊 下午 我给大家说一下吧 其实 是自己的公司 因为 怎么说呢 上午把重要的事情 都处理完了 下午呢 休息休息 一般下午 我都会这么守夜 才去的 不要紧 当然了 有些单位是不行的了 必须我呀 好了 先帮我试试 等落伍的月光 等落伍的月光